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最近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 其中调查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下降 而且跌破了及格线 报告还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情绪 蓝皮书提到中国目前的社会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 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群体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和固化 不仅表现在官民警民医患民伤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 还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 蓝皮书指出又同遭遍路人视而不见的小月月事件 以及南京彭宇案引发老人跌倒要不要服的讨论 甚至留下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 还有对击毙连续杀人犯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疑问 都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主角 蓝皮书指出 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 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 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的却欣喜 本该愤怒的却钦佩 本该谴责的却赞美 蓝皮书警告说 这些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2008年7月 只身闯入上海公安闸北分局的杨家 杀了6位 伤了4位警察 却受到广大民众赞赏 甚至被誉为大侠称号 孙文广表示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到篡改引发的事件 当局的继续高压 只会让中共失掉民心和增加民众的不满 他指出 如果中共当局不顺应潮流继续打压 中东独裁者的结局 就是中共的陈居之鉴 新唐人亚特电视天津送风采访报道